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脸书今天公布了照片 这是一艘美军飞弹驱逐舰贝瑞号 昨天航行经过了台海 这也是本年度美军舰第十次通过台海了 而华府智库也公布了最新的民调数据 不管是一般的国民或是意见领袖 美国人愿意承担风险保护台湾 不受中国威胁的数字 在一到十分当中达到了最高7.93分 博客级飞弹驱逐舰贝瑞号十四号 再度通过台海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脸书也亲自证实 太平洋舰队在脸书直说 这证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 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 飞翔航行跟运作 国防部表示对台海情况全程掌握 而这更是美军二零二零年以来 第十度通过台海 包括南海海域巡逸的次数自然就会增加 因为它增加部署的关系 那主要原因它事实上就是因应中国 急遇突破第一岛链这样的一个威胁 以及中国一再的宣称 台海内海化以及南海内海化 这两件事情 对印太战略美国立场坚定 华府智库战略继国际研究中心 调查更发现从一到十分 一般民众认为值得护卫盟友 不受中国军事威胁风险的分数 台湾落在六点六九分 意见领袖分数更高达七点九三分 显示国民似乎也支持美军在印太地区 防御中国扩张 从国庆之后台海以及我国西南空域就不平静 但维持台海稳定才该是两岸共同 努力目标 华世新闻王子张书民 台报道